現在氣勢已經兩點三十七了 我剛才躺在床上要睡覺可是一直睡不著 我腦筋一直在想很多東西很多東西 然後就想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今天在IG的時候看到朋友寫了一些字 他講說他之前在別人面前都想要表現一個樣子 但是到有一天他開啟相機的時候 他不知道到哪一天開始他就講話的時候跟朋友在講話的一樣 反正就是很做自己 然後到最後就沒有變過 然後我每次看到他影片或是看到他的一些講話的時候 我都覺得非常非常自然 就不見得是有多大的情緒 但就是很真實 那我一直想要給你們很真實 然後我的確就是常常都是非常非常真實 可是呢有時候我還是會不自覺的想要表現最好的那一面 就比如我那天可能狀況不是很好 但是我想要帶給你們很多很happy的氣氛 所以我就可能會做很多exercise 就可能跳一跳跳一跳然後提起我的energy 明明可能上一秒還感覺有點累 但是就為了想要帶給你們最energized的我 因為也是我的一部分 但是想要帶給你們那一面 就覺得想說還是更real一點 如果energy low的時候就energy low 如果沒有看過我之前影片的話 其實我之前有講過我本身從小到大都是一個內向的人 所以我充電的時候都是一個人 然後其實常常會很安靜 我當然有很high很開心的時候 就跟朋友在一起玩得很快樂 或者是剛好有什麼東西讓我心情很好 或是我很喜歡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也會嗨起來 因為如果你是內向人或者你也認識內向人 你知道其實不是說內向就是很安靜 或者是不跟別人交朋友 只是說過了一段時間需要一個人休息 一個人充電 那很多時候活在自己腦筋裡的世界而已 不代表說不能很high不能很crazy 所以我都有 那basically我在想的就是 那睡不著在想的就是 呀我想要跟你們分享everything 因為也有些人問我說 他想要知道更...就是私底下的我 so this is me 我平時講話可能跟朋友講話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平平平平平平到 很有興趣很有趣的東西同類 哈哈哈哈大笑出來 and I mean of course 我自己在家有時候也像個瘋子 but for the most part都是蠻平的 那我知道 這樣子 跟你們說話就 可能影片不會到 多excited all the time 但是我覺得 more real 比較重要 and 這幾天也有人 Philip Family有人 問我說 他說他是內向的人 然後想要問我要怎麼樣 跟陌生人交朋友 因為可能看我旅遊當中 跟很多陌生人交朋友 那 那我就來分享我的經驗 因為我本身內向 那如果你是一個不善於講話的人 我覺得當然都可以練習 所以不用多 worry 就是多練習 但是如果你不是知道很多話題可以聊的話 最好的方法 教陌生人朋友的話 就是問他們問題 因為 如果你不能做個 講一個很多故事的人的話 你可以 be a good listener 好好聽對方想說什麼 因為每一個人 都是想要被 別人聽到 大家都喜歡表達自己 那你願意聽他們的話 其實你要交陌生人朋友 是非常容易的 就問他們一些很簡單的問題 有什麼興趣 或者是為什麼在這邊 我如果是共同朋友的話 怎麼樣認識到那個朋友的 那當他們在聊這些的時候 他們會 就是跟你講很多有趣的東西 然後你真正的 好奇的東西 你再問下去 and 如果你是內向 你怕沒有什麼好聊的話 其實內向的人 還是有很多東西可以聊 只要是你有興趣的 那我覺得你就提起一些 你比較有興趣的話題 那我覺得那時候 你話就會比較多 把你所想的東西都講出來 不要只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當然一個人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子 你就想像 你想像講的人 I mean 我以前是會把 我所有想講的東西 都在我腦筋想一遍 然後甚至想說 如果人家回答這個的話 我會怎麼接下去 但我後來 後來發現 這樣實在是太累了 而且效果不好 因為 就好像機器人一樣 雖然我說的話 可能是對的 可是效果 沒有那個情緒 就不會有那個 真正的connection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內向人的話 就把你所在想的東西 講出來就好了 真正的 不要擔心犯錯 因為 你就想 最糟糕 就是 你根本就沒有跟他講話 你本來就不是朋友 所以 所以 就算你跟他講話 然後你把你想 講的東西 講出來 就算你說錯話的話 總比你沒有跟別人說話好 and 你們 產生真正的感情是 更有可能性 因為 如果你沒有把真正心理的話 講出來的話 就算你講對的話 對方喜歡你 也不是喜歡真正的你 所以 如果可以把你真心的話 講出來的話 這樣才能交到真心的朋友 yeah 這就是我想給所有 跟我一樣是內向人的朋友 想要交陌生人的朋友 and 如果你是外向朋友的話 同樣的方式 多問別人的問題 and 讓他們講他們想講的東西 and 最好是問 他們好的回憶 跟他們 有興趣的東西 因為 當我們在聊說 我們喜歡的東西 或者是我們 有好的回憶的時候 我們真正的情緒 就會被那個影響 就會很開心 那我以前呢 我以前覺得說 好像需要跟別人 聊一些問題 然後幫他們解決 這樣我才覺得 有一種參與感 但我 後來發現 這個方法不太好 因為人家會越聊 然後當然可以聊很多東西 可是越聊越悲傷 然後一個問題 接到下一個問題 接到下一個問題 都不是一些 很開心的事情 然後 最後每次跟他見面 都是聊更多問題 所以如果你可以 把你的 這些focus 在於一些 好玩的一些話題 有趣的 當然是最好 當然是最好 變成好朋友的時候 都可以把你們的心打開 聊更多 但是 一開始見面的話 那是我最好的建議 那 大概就是 想說 跟你們分享一些 我心裡在想的一些東西 另外想跟你們分享一個消息 就是 我犯了一個錯誤 但這個錯誤也不見得是不好 我這一次跟小忍去了日本 那 離開日本要來台灣的時候 我是外國人 所以外國人 要進台灣 需要有一個 離開台灣的機票 那我就 臨時訂了一個機票 其實我沒有很注意看那個時間 因為我找到一個是 我原本想說要取消的機票 他說24小時可以取消 所以我就 隨便訂了一個日期 那我到達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很晚了 然後 另外一個朋友來接我們 我們就去吃東西 然後搞到太晚我就睡著了 我忘記把這個機票取消了 所以 我這個機票呢 如果很 了解我的人的話 可能猜到我訂到哪裡了 我沒有多想 我當時就想 喔 訂個機票 結果 我訂了去馬來西亞 因為我超喜歡馬來西亞 可能我潛意識知道我很想去 然後 也故意讓我 沒有取消吧 but that's ok 所以 我機票訂了是 星期三 所以我很快就要去馬來西亞了 which is ok 我因為我超想念馬來西亞食物 so good so good 好想吃一些 Nasti Lemak 還有Curry Laksa 如果可以吃到冰層Laksa的話 也太好 好 and 還可以見到很多我們的FULA family啊 還有 Grace and Sunny Evelyn Shekin 大家 真的很想念大家 so 覺得會是很好 yeah 原本 犯了一個錯誤 我想 喔怎麼辦 我怎麼會犯這樣的錯誤 但想一想 其實也ok I guess that's it 祝你們有一個 very very happy的星期一 and 我在日本其實還有拍一個東西 我還不確定 要不要 呃 分享 我再考慮看看 哈哈 ok 好啦 那今天 就這樣了 就這樣 ok 我要繼續看我能不能睡覺了 see you guys later I love you guys 記得勇敢的做自己 你超棒的 不管你是introvert 你是內向 你是外向 無所謂 都很好 我覺得內向的人也可以很外向 外向的人也可以很內向 其實 都只是我們習慣的一部分 因為如果 有些人不知道 我不瞭解我的話 也可能以為我是外向 所以我真的覺得到最後面 已經沒有什麼分別 只是個人習慣而已 那 呃 你只要把 你想要的兩個部分 融合在一起 就很完美了 Alright I will see you guys later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I love you guys Love you love you 我一直想要有一個什麼 很特別的一種 check out 或者是一個什麼 foolove or love love 一個ending bang love you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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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我在想一下 你們如果有什麼東西 可以推薦給我的話 也ok Alright love love I don't know Bye ed es en 桜 em t me 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